我算是運氣比較好 坐在最後一節 當時最後我們在做驗車票的時候 有一個驗車員 他走進來要跟我們驗票 沒多久的時候 就突然擠急煞車 擠急煞車沒多久停住以後 驗票員他就往回走 走沒多久車就熄火 那接下來沒多久他就啟動 啟動以後他在每一次煞車 都踩得非常的重 那我也是時常坐火車的人 我從來沒有坐過那麼晃的普悠 然後那時候我就使用 我手機的APP去定位這台火車 它當時的時速是多少 它當時的時速是129公里